宝贝孙子被残忍杀害 女儿也一劫天人永格 做母亲的再也忍不住 悲伤情绪 痛哭失声 哭的人叫需要远景搀扶 走在后头的则是行凶男子的父亲 同样失去儿子 神奇入寞 苦或也就是说 不会让我们都没预警的 不知道 我都没有跟小孩子讲话 只是见面打个招呼 他跟老闆的互动 不错啊 三死命案发生在新北市三重 9号早上9点多 死者母亲出门喂猫时 还跟回家的女婿打招呼 结果之后这段时间成了行凶动机 下午1点多 女婿抱着6个月大的男医离开 直到几小时后 死者母亲回家发现 女儿惨遭杀害倒落在浴室 后来父子俩在杨明山的 马槽桥下乘睡车内 警方更发现男子的最后挣扎 在桥边舵步一个小时 根据了解过年前 父亲两曾在同一间科技公司上班 随着怀孕时辞掉工作 同个时间嫌犯也被裁员 但两人平时干亲好 不太会吵架 究竟为何会痛下毒瘦 是否因为再婚后心情不好 加上失业育儿问题 结肿而来 导致家庭失和 走上绝路 又在抽丝剥茧进一步理清 这里清杨宇宣新北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